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现在证实 中方的企业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的车辆 16号的下午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行驶途中 遭到了自杀式的炸弹袭击 这也造成五名的中方人员 还有一名八方人员遇难 使领馆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径 也要求八方彻查袭击事件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 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恐袭事件 对中国公民遇难表示深切哀悼 并且表示反巴基斯坦分子 破坏巴中有益的图谋永远不会得逞 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 贝沙姆市的一处公路上 现场有浓烟冒出 开波尔普什图省地区警察局长表示 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发动袭击 目标是载有中国工程师的车队 据悉车队当天从首都伊斯兰堡 前往位于开波尔普什图省达苏的一处营地 一辆车在遇袭爆炸后跌落深谷 导致五名正在前往达苏水电站项目工地的 中国工程师和建筑工人丧生 一名巴基斯坦司机也身亡 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消息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到中国驻巴使馆 吊咽遭遇恐袭遇难的中国公民 夏巴兹表示 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令人发指 他对遇难者亲属致以诚挚慰问 强调八方将权力会同中方做好善后工作 迅速彻查严惩凶手 并进一步采取措施 全面加强对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的安保 任何试图破坏巴中铁杆友谊的邪恶图谋 都不会得逞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表示 中方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 对双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正全面推进善后工作 中方要求巴方加快调查 从速将凶手绳之以法 并切实有效保护在巴中国公民安全 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 当天也亲自到访中国大使馆 向江在东承诺将进行全面调查 纳克维还誓言要铁腕处置施习者 并表示希望这起攻击 不会对巴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称 巴政府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为 声明还表示 在巴中国公民的生命和安全至关重要 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合作 确保在巴中国公民项目和机构的安全 这已经是一周内第三次针对中国 在巴基斯坦的利益的重大攻击 巴基斯坦军方声明称 这三起袭击事件旨在破坏国内安全局势稳定 并指责外国势力协助和教唆 巴基斯坦发生此类事件 目的是为了破坏巴基斯坦的经济进步 并在巴基斯坦与其盟友 尤其是中国之间制造不合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6日发布 紧急安全提醒 提醒在巴中国公民企业项目 务必高度警惕 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 严密防范安全风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外交部发言人就巴基斯坦 开普省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表示强烈谴责并且要求巴方尽快的彻查事件真相 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 对遇难者表示身体哀悼 对遇难者亲属致以诚挚慰问 中方要求巴方尽快彻查事件真相 全力缉拿凶手并绳之以法 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保护在巴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 中方正会同巴方全力推进事件善后处置工作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已提醒在巴中国公民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 提高防范意识 强化安保措施 全力防范恐袭 发言人又指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兄弟 中巴经济走廊 为巴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任何企图破坏中巴合作的行径 都绝不会得逞 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坚决支持巴方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 中方将更加坚定地同巴方携手合作 全力维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丁摩一座大桥 26号的凌晨 遭到一艘新加坡集装相传的撞机之后 发生坍塌 而事发时是有8名的建筑工人 在桥上正在进行工作 其中两人获救 仍然有6人下落不明 而当地的警方就表示 预计6人已经死亡 而搜索核救援工作暂停 之后会转为由潜水员展开打捞工作 重点聚焦于找到这6人 马里兰州的州长现在表示 事故并非恐怖袭击 巴尼摩港是美国最大的航运枢纽之一 大桥坍塌事件也引发经济的业绩很忧虑 美国老旧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成为供应链的障碍 会引发通胀上升 和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增长 事发当地时间26号凌晨1点27分 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达利号 撞上巴尔地摩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乔敦后 桥梁结构完全坍塌 有人员和车辆落水 达利号船头受损严重 船上22名船员未有受伤 达利号在有约3000个货柜 从巴尔地摩港出发 原定前往斯里兰卡的科伦坡 但在离开巴尔地摩港时 船员报告达利号失去动力 并发出求救信号 马里兰州州长摩尔说 相关部门在收到信号后 开始阻断车辆驶入大桥 因而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又指初步调查显示 事件不是恐怖袭击 当地应急部门官员表示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潜水作业已经开始 事发地水温低水流疾且能见度不佳 为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租用达利号的航运公司 马士基表示 对事故感到震惊 慰问所有受影响的人 资料显示 营运达利号的公司及船东 过去曾被美国联邦法院 起诉四次涉及疏忽及工人因工伤索赔事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现在美国联邦机构已经介入事故的调查 当地的居民对此表示震惊和心痛 同时港口和交通部门正在努力地协调船只转移 和确保交通通常 美国东海马里兰州巴尔蒂摩的一座大桥 星期二凌晨 因遭到一艘集装箱货轮撞击桥墩而发生坍塌 导致正在桥上行驶的多辆汽车坠入河中 救援人员事发后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并一直在水下搜寻幸存者 马里兰州州长摩尔 周二早些时候宣布马里兰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向联邦政府寻求更多的资源和协助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到达现场进入调查 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巴尔蒂摩地区的司机也在遵循当地救援人员的指导进行绕行 马里兰州交通部长表示 当局正在为每天使用该桥的三万五千人寻找代替交通选择 这场坍塌几乎肯定会在东海岸造成几个月的通勤灾难 因为此次事故关闭了巴尔蒂摩港的船舶交通 使货物和通勤交通变得极为不便 马里兰州巴尔蒂摩市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主席表示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的倒塌在可预见的未来 将对该港口的劳动力和该州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当地居民表示 此次事故是一个难以相信的悲剧 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以及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诸多不便 它其实 woke me up out of my sleep and our power went out too I honestly feel like it's heartbreaking for a lot of people especially the older generation because the bridge has been around for so long and it was such an important piece of history because it was named after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it's our national anthem It wa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errible it was going to be horrible I actually couldn't go to work today because there's a bridge that I take every day to go to work and come home from work and also that's the same bridge a lot of my kids used to get to and from football practice so it's going to be terrible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use 95, 895, 695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cut through the city which is going to be real rough 目前海运重运商正在从巴尔蒂摩港撤离 弗吉尼亚港和巴尔蒂摩港正在协调 将船只改道至弗吉尼亚港 以保持贸易畅通 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交通部 也在努力确保从弗吉尼亚州 到马里兰州沿线的路标统一 凤凰卫视王旗 姚依伟巴尔蒂摩报道 美国总的拜登26号就 巴尔蒂摩大桥坍塌发表讲话 他说联邦政府会全力地帮助 巴尔蒂摩大桥和港口的重建工作 也呼吁国会拨款联邦政府 支付全部的重建费用 拜登也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大桥是被故意破坏 拜登26号上午在白宫就巴尔蒂摩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坍塌事故 听取了高级官员的简报 随后在前往北卡罗莱纳州 举行造势活动前 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 拜登表示 美国联邦政府将全力协助 大桥和港口的重建 他呼吁国会拨款 联邦政府将会支付全部的重建费用 巴尔蒂摩是美国的重要港口 通过这个港口运输的汽车 一年达到85万辆 解决了美国1万5千个就业港汇 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 在事故发生后已经表示 在可预见的未来 会放弃巴尔蒂摩的所有服务 拜登的交通部长布蒂吉格 第一时间已经赶往事故现场 拜登本人当天也与 马里兰州国会议员 以及地方官员通话 拜登还计划亲自前往事故地点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 巴尔蒂摩的他桥事件 可能会使当地煤炭出口 受阻长达六个星期 巴尔蒂摩是为 美国煤炭的第二大出口港 去年煤炭的出口量 是达到了7400万吨 路透社引述当地的能源公司指出 大桥倒塌可能会导致 多达250万吨的煤炭运输 受阻长达六周的时间 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链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这些煤炭是主要输往印度 用作发电 但是也有分析师指出 由于当地的煤炭海运量 占全球总量不足2% 所以预计对于煤价的影响并不大 这次美国麦兰州 巴尔蒂摩大桥坍塌事件 也引发经济业界的忧虑 美国老旧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也成为供应链的障碍 或引发通胀的上升 和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 对彭博社新闻报道 巴尔蒂摩大桥的坍塌 再次提醒了 美国目前从政府资助到市场投资 都过重于科技产品 AI 芯片与相关金融产品的投资 而忽略了美国年老失修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 近年来铁路货运出柜 飞机失事等问题 已经引发商业界对美国交通运输工业正常运作的隐忧 而日前的一艘三万两千吨重的集装箱船只 冲击几乎五十年老旧的桥梁的事件 就再度引发业界 优于美国货运供应链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因此激发商品供股应求的局面 巴尔蒂摩水路运输是美国最繁忙的水路运输渠道之一 也就优虑目前桥梁坍塌 水路运输渠道堵塞 因而会导致公路运输量的剧增 特别是一向非常繁忙的 华盛顿至纽约的交通走廊货运量 可能会因此出现严重的运策 目前出市的船只的集装箱 商家们都在紧急通知客户安排改运的计划 此次事件短期的经济效应将会是包括 汽车等大型商品需要通过巴尔迪摩桥梁 与水路运输的中断 引发供应链问题 将会再度推升物价上涨 长期问题则是通胀程度是否会扩大 供应不足是否会影响工业生产与经济增长 连击政策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而虽令业绩忧虑的 则是美国财政债务高居不下的环境下 是否能够有经费来快速地修复出时的桥梁 与所有老旧失修的交通基础设施 富豪卫视捧着张兆宇有业报道 稍后回来带人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哈局势 以军在加沙第一代的行动 未有因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而停止 加沙多地现在继续是遭到了以军的轰炸 造成多人死伤 以军发言人26号就表示 在两个星期前击毙哈马斯第三号人物 副军事指挥官伊萨 而哈马斯方面现在没有回应 另外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当天访问伊朗 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进行会面 哈梅内伊就表示 将会继续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在摘月期间 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后数小时 加沙南部拉法一栋居民楼就遭到以军空袭 造成至少16人死亡 有生患者表示 袭击在凌晨发生 当时许多人正为停火的消息而感到高兴 结果还是遭到以军袭击 正在宵卫斯坦人 阿尼处 在叛政局上有军机 被控制满后 被说了 然后被说了 被禁止了 被禁止安怡 当时我们今の夜中 都如想了 午餐 我又洗到房间 又要睡 好了 火灭闭在16 瓶 以军26号继续发放声称是打击哈马斯目标的视频 并称过去一天空袭了60多个目标 以军发言人并表示 在检视所有情报后确定 哈马斯副军事指挥官马尔万·伊萨 在大约两星期前以军一次行动中死亡 以军称伊萨是哈马斯第三号人物 认为他有份策划去年10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另外一方称 哈马斯的武器负责人塔马也在同一次行动中死亡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26号到访伊朗 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面 哈梅内伊表示 伊朗支持加沙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 也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哈尼亚就表示 加沙人民和哈马斯都不会屈服 不会让敌人实现目标 哈尼亚当天还会见了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亚 哈尼亚表示 尽管加沙和巴勒斯坦人民付出了高昂且可怕的代价 但还是阻止了以色列实现其军事或战略目标 又只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 证明以色列失去政治保护 以被世界孤立 另一方面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 阿尔巴尼斯26号表示 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以军在加沙的行动已经达到了对巴人犯下种族灭绝罪的门槛 认为以军对加沙民众造成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 蓄意毁灭他们的生活条件 以及实施阻止加沙民众生育的措施 认为以色列是实施了三起种族灭绝行为 促请国际社会正视以色列的罪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26号继续就加沙局势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 安理会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具有约束力 美国作为常任理事国更需要带头遵守 中方并敦促以色列 按照已经通过的决议 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进攻 26日安理会就巴以问题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 安理会在一天前刚刚通过了一份 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 美方终于做出不再独家否决的决定 值得肯定 不过后续美方一系列表态 包括称安理会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 让国际社会怀疑美国的政治意愿和诚意 中方强调安理会的决议都具有约束力 美方作为武偿之一更需要带头遵守 中方端促以色列履行决议在加沙停火 我要强调 安理会决议包括第2728号决议 都是具有约束力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容挑战 每一个国家在加入联合国时 都承诺执行安理会的决定 这是宪章义务 美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更应该带头遵守 我们敦促以色列 切实遵守安理会决议的要求 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进攻 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格双表示 巴以问题久拖不绝的政节 在于两国方案没有落到实处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外交努力 重塑可信的多边进程 中方也倡议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和平会议 中方也支持巴勒斯坦 尽快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25日美国在安理会投下了弃权票 让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首份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 得以在安理会获得通过 而这份决议通过之后 以色列方面直接宣布 取消原定于要访美的一组 以色列高级别官员的访美行程 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而白宫方面则表示 以色列方面反应过度 白宫对此感到错愕和遗憾 并且拜登政府没有计划 要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进一步通话讨论此事 凤红一世陈一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联管理会在15号 是首次通过 明确要求加沙地带 立即停火了决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在26号表示 由于这个决议反映美方的观点 也因此美方代表 投下期权票 也让决议得到通过 美方又表示美方仍然致力于与埃及和卡塔尔来合作 要促成令人质或是的停火协议 也重申美方与以色列有共同目标 就是击败哈马斯和确保以色列的长期安全 不过以军计划对于加沙南部的拉法 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并不是正确的做法 土耳其内政部长伊尔利卡亚26号说 突警方在全国范围展开行动 一国拘捕了147名涉嫌和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人士 伊尔利卡亚当天表示 土耳其在全国30个省同步展开行动抓获嫌犯 他们涉嫌参与伊斯兰国实施的恐怖活动 或向其提供资金支持 而土警方在去年的6月1号至今年的3月25号期间 一共展开了1329次的反恐行动 逮捕了近3000名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嫌疑人 伊尔利卡亚就强调 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的步伐不会停止 直至最后一名的恐怖分子被消灭 在俄罗斯音乐厅恐袭事件的搜救工作 残骸后音乐厅恐袭事件的搜救工作已全部结束 工作人员已完成现场灭火救援以及废墟清理的工作 现场视频显示 在恐怖分子投掷燃烧弹引发火灾后 音乐厅建筑只剩下断壁残源 而在侦查方面 法院26号批准积押了第8名嫌疑人卡西莫夫 关押期限至5月22号 卡西莫夫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 他被指控为此前4名被控实施袭击的嫌犯提供住宿 卡西莫夫则表示 实施者通过租房平台联系到了他 他对恐袭行动一无所知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布尔特尼科夫 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次恐袭是在西方和乌克兰情报部门的协助下进行的 旨在动摇俄罗斯局势制造社会恐慌 乌方则再次否认涉及恐袭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称 俄方是在散布谎言 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 恐袭调查不需要西方协助 指西方可能会提供有利于西方的说法 即恐袭完全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为 与乌克兰无关 访问是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召开总检察长办公室委员会延长会议 自去年以来 俄罗斯境内某种类型的犯罪情况略有增加 要求加强监督移民领域的守法情况 而当天参加会议的联邦安全局局长 博尔特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美国 英国和乌克兰可能是音乐厅恐袭的幕后主使 普京在会议上指出了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 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打击犯罪活动 特别是监督移民领域的法律遵守情况 同时 普京要求检察机关确保在押嫌犯的合法拘留 此前 有关四名科罗库斯恐袭分子在审讯中的模样 被认为受到了虐待而引发关注 去年为了批准被提及到层摩擾传适当局了 免得更加热,批准、犯n、犯人领域的问题 当天的会议是在克洛库斯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背景下举行 参加会议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伯尔特利科夫 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记者采访时指出 此次恐袭事件是由伊斯兰基金分子准备 但是得到了西方特种部队的推动 而且乌克兰的情报部门也参与其中 伯尔特尼科夫补充说道 最终的雇主到底是谁还在调查之中 但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知道基辅在中东训练武装分子 乌克兰专家还前往了恐怖分子所在地并与他们合作 伯尔特尼科夫指出 此次恐袭事件有利于西方情报部门和乌克兰 以动摇俄罗斯局势制造社会恐慌 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驻中非共和国大使表示 俄罗斯正在计划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 两国国防部目前在对军事基地的具体位置进行商讨 俄罗斯驻中非共和国大使比坎托夫日前接受采访时 透露俄方在中非共和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 但是并未给出更多的细节 比坎托夫在1月时曾经表示 目前有1890名的俄罗斯军事指导人员 在中非共和国参与当地的警察及士兵的训练工作 中非共和国总统高级顾问古安吉卡早前就证实 中非共和国政府有意加强与俄方的防务合作 以训练士兵 并且声称由于俄方的军事援助 尽管北约和西方国家竭力破坏地区的局势稳定 但是中非共和国已经不再惧怕军事政变 马上华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回来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的首场分论坛活动 在26号下午举行 亚洲的贸易投资是否能够扭转下行趋势 而去内外跨境资本流动又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呢 多位前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跨国企业代表展开交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展望 亚洲地区2024年的增长预期上调至4.5% 26号举行的投资亚洲未来分论坛上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赫塔尔指出 2023年一些流入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 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部分地区仍然显示出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 Within the category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the rise of the BRICS as you know the Brazil, China, India alone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investment flows in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Now emerging markets have emerged as world's processing, assembly and a diverse manufacturing hub and it has actually helped raise its share in global value additions 过去五年中全球投资活动正呈现出分散化和中断的迹象 企业增强了对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和更分散的生产基地需求 而亚洲寻求的外国直接投资 主要集中在中高技术制造业 这也是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键 If you look at where the direct investment is going it is clearly being affected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by geopolitics but it's also being affected by the growth of skilled labor forces in countries like Malaysia, like Vietnam, like India and it's being driven by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cluding digitalisation which is becoming much more advanced in many economies Much of the investment going into Asia is going into advanced manufacturing we've seen the emergence of electronics semiconductors, electric vehicles, batteries this is the heartland of many of the investments which are essential to the future of our society and our world 围绕亚洲发展议题 今年的博奥亚洲论坛年会 还将举行打造亚洲增长中心 深化亚洲金融合作等多场分论坛活动 为世界经济复苏找寻亚洲机遇 正在出席博奥亚洲论坛的美国前商务部长 古铁雷斯2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对于短视频平台TikTok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表示不理解 比起在科技领域的相互竞争 他认为美中两国应该要增进理解 为全球的经济注入信心 古铁雷斯说 比起为TikTok吵架 两国更应抓住技术发展的机遇 他以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为例指出 如果两国能携手协商好 未来几十年内的科技合作 并与其他国家一道重振WTO 将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 over the long term wisdom will prevail and as the saying goes we should strive for harmony and not for sameness not to be the same in everything we should be harmonious in our relationship and the world will be less safe for everyone less prosperous if the US and China don't come together as as allies as friends and we need to put the politics aside 在一场分论坛上 谈到全球化问题 古铁雷斯指 美国对去全球化趋势负有责任 原因在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political nationalization political nationalism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US and once you adopt the position of political nationalism then things like cooperation in global institutions becomes almost a sign of weight 美国总统选举临近 政治激化趋势愈加明显 古铁雷斯表示 美国两党都以担忧和恐惧态度 对待全球化 他担心 要想重建全球的共同体 需要花更长时间 凤凰卫视周嘉信 陈其刘家号 海南博鳌报道 中国内地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目标 是为5%左右 正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回答父皇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国有不少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有信心可以达成这一目标 中国内地今年GDP预期增长目标 为5%左右 与去年预期增长目标相同 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 发展和安全 面临诸多挑战的大背景下 这一目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又该如何实现呢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名誉院长林毅夫 26号在博鳌亚洲论坛 出席减少贸易水平化分论坛后 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国有很多发展机遇和条件 有信心可以达成这一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前上调 今年亚太经济增速预期至4.5% 而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 有关亚洲经济旗舰报告 也做出相同预测 亚洲经济进一步复苏 中国可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林毅夫在论坛分享时就表示 在全球一致的规则 无法形成的前提之下 区域合作是次优先的选择 如果可以在区内形成合作协议 尤其是开放的合作协议 将有利于区内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 复合卫视金小飞 罗瑞炫 梁明健 海南博鳌报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郁泽香港 郁泽湘江的这一个高峰论坛 晚宴致辞时就讲了 香港目前有超过2700家的家族办公室 也说香港是家族办公室 落户发展最佳选择 在我计划的今晚的计划 香港社交部会所作为 港湖度过230人 à从香港发展最佳选择 20 ف大筏的创立办公室 上公司在香港 在这场预则香江高峰论坛上 李家超表示 香港金融业在多个领域 始终领先亚洲地区 港交所正在简化上市制度 以专业科技行业为目标 要提高竞争力 加强香港作为科技中心的地位 对于希望投资高增长潜力 独角兽企业的家族办公室 与资产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作为香港金融盛世周旗舰活动 预则香江高峰论坛 从27号起开始举行 李家超介绍本届的论坛 汇聚全球家族办公室 400多名具有影响力的决策者 还有知名专业人士 规模远超去年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 统筹5月1号至5号 一连5天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 接待防港旅客的预备工作 相关单位会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前 保持密切沟通 为迎接防港旅客的不同环节筹划 以及推进各项的预备工作 会议是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雄主持 特区政府部门代表 多个旅游相关机构 包括香港旅游发展局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主要旅游景点以及酒店业等 也有派员出席 杨润雄就表示 因应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 防港旅客将会增加 特区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 会保持紧密合作 及早准备和积极部署 并且与其内地相关对口单位 加强协调和沟通 尽力为防港旅客创造良好的旅游体验 香港的复活节 连同清明节小长假即将要到来 而香港国泰全资附属公司 香港快运的方面就表示 本月的载客量已经突破了50万人次 创下公司历来的单月最高纪录 香港快运说 今年的1月以及2月 平均客座率达到88% 前三个月到现在 旅客的运载量超过了130万人 复活节的机票预定更是非常的强劲 也预计客运的运力 今年年底能够达到疫情前 170%的水平 也期望总航点的数量 可以在今年内新增到30个 包括开拓内地 像是华南等地区的航点 至于在人手问题的方面 香港快运就表示 今年计划要再交聘大约500人 并不断地审视薪酬福利 吸引和留住人才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国间 中美股动态 美股在周二持续的偏软 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连跌第三天 详情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周二美股从上周四的历史高位 是持续小幅回调 三大股指权限收跌 那么看到就有摩根大同分析师预期 当前支撑美股的两大要素 一是对于美联储降息周期 以及对于其他全球央行 鸽派的一个预期 二是美股上市公司 稳定的一个盈利增长 那如果有一项出现问题 则会挑战当前美股的估值 另外呢 就有美国银行策略师提醒称 当前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 是处于历年高位 这是抵消了部分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以及对冲激进的卖盘 因此呢 在当前点位上 有不少投资者是谨慎观望的态度 那在周二呢 板块方面主要是以健康 医疗板块领涨 而公共事业能源和科技板块是领跌 各公司方面 投资者是关注 美国先总统特朗普的媒体公司 是在周二 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上市 是赚足眼球 那么这家以SPAC特殊目的收购形式上市的公司呢 在周二是收涨16% 早盘啊 曾经一度暴涨超过40% 并且引发短暂的停盘 投资者特别留意 董事会是不是会缩短特朗普的禁售期 从而为这位官司缠身的总统候选人 提供现金流 当前特朗普的持股是接近8000万股 占到公司总股本近7成 其他资产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原油价格下滑 市场是持续的评估 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 可能会对原油供给产生的影响 那同样高盛市预估袭击会造成每天 损失90万桶原油的产出 我们看到在周二 布伦特原油市下跌了0.6%至每桶86美元 投资原油跌0.4%至每桶82美元 而黄金的价格呢 基本上持平接近每盎司2200美元 凤凰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 内地大型电商阿里巴巴全部撤回 旗下物流子公司菜鸟在香港的上市申请 并计划收购菜鸟的所有股份 阿里巴巴周二发出公告表示 公司已撤回在港交所首次公开发行 及上市申请 目前持有菜鸟超过6成3股权的阿里 同时计划向菜鸟少数股东发出要约 以每股0.62美元搜购所有菜鸟已发行股份 最高总对价为37亿5000万美元 阿里指出菜鸟是阿里核心业务组成部分 是电商发展重要基础设施 撤回上市申请是为了更好的加强 跟阿里电商业务的协同 以及继续支持菜鸟扩大全球物流网络的投入 完成要约后 阿里计划调整菜鸟部分业务 更好的实现跟陶庭集团 及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的战略协同 阿里主席蔡崇信周二晚间举行电话会议 指首次公开发行的估值 无法反映真正的战略价值 又指撤回上市完全是内部决定 监管方面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他又提到考虑到菜鸟的战略重要性 以及集团在构建全球物流网络方面 看到重大长远机遇 认为目前是加大投入菜鸟的合适时机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而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美国零售商协会与相关的组织代表于Visa 还有Mastercard 是在26号达成血减刷卡费用的一个协议 而商家因此可以节省高达300亿美元的费用 为历史和解协议的最高金额 据多家美国财经媒体报道 美国全国零售商协会与Visa和Mastercard公司 达成经营后3到5年内削减刷卡费用4到7个基本点 将总共可节省商家高达300亿美元的支出 此外商家也可以对消费者使用不同的信用卡 收取不同的费用 来鼓励消费者使用刷卡费用更低的信用卡 由于商家必须向信用卡公司支付固定费用之外 还必须上缴相当于2%的销售收入等量的附加费用 仅在去年商家上缴的费用金额总共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 实际上商家与信用卡公司就刷卡费用的纷争 是从2005年就开始 但是近年来呼声不断增高 参与者有包括星巴克 沃尔玛 加德堡 苹果公司与小型 减价 连锁店等 大约200多个商家 分析指出 虽然信用卡公司收取费用 但是实际收入还是归属发卡银行所有 其中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与花旗集团公司 为美国最大的发卡银行 据统计摩根大通去年信用卡总营业收入为310亿美元 而在支付信用卡公司等其他相关费用之外 净收入为48亿美元 业界预计 这次与商家达成的削减费用的协议将会直接影响大型发卡银行的收入 林书双协会表示这次达成的协议仍有待法庭正式审批 但是已经在为商家和消费者争取更多利益方面 迈出了重要的一波 凤凤华卫视 旁正张兆宇 六月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称 佛罗里达州议会去年通过限制中国等所谓敌对国家的学术交流 影响部分的中国人就学和就业 日前受影响的学生及教授以违宪与歧视为理由 正式地控告佛罗里达州教育官员 诉状也提到 新法篡夺联邦政府在移民 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利 针对这起诉讼 佛州州长办公室和教育部门到现在都还没有给出回应 佛罗里达州议会在去年通过并由州长者桑蒂斯签署 旨在现实所谓敌对国家的学术交流 阻止影响当地的公立学院和大学 禁止名单上的国家包括中国 俄罗斯 伊朗等七个国家 法案生效后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禁止两名中国籍的研究生 进入实验室 一名来自中国的教授也宣称 这一法案成为他聘请博士后研究生的绊脚石 严重影响其研究计划 因此在本周 他们以这一州法设计违宪和歧视 决定向麦阿密联邦法院提告正式起诉佛州政府和教育官员 诉状显示这一法例具有歧视性违反宪法 让人想起1882年至1943年实施的排华法案 据悉 佛州新法规定来自上述敌对国家的国际学生 任何依据具体情况批用 在需获得州立大学理事会或州教育委员会的核准 诉状指控这一法案内容含糊不清 缺乏具体指导或授权 并且是在鼓励全佛州适宜执行歧视性的法规 诉状还指控新法将华人与亚裔贴上严重的污名化标签 因为州法将他们视为美国的威胁 放号卫视 杨本俊 李战青 我上级报道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36强赛的小组赛 C组第四轮赛事当中 中国男足凭借着无垒没开二度 以及费南多打进点球 还有为是好的进球 在主场是以4比1击败了新加坡 目前在积分榜以4战 两胜一平一负 积了7分 战列第二位 恭喜了 最后带大家关注几则娱乐新闻 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最近凭借新剧《类之女王强势回归》的韩国 36岁男星金秀贤 近日突然与因为醉驾形象跌至谷底的 23岁女星金赛伦传出绯闻 世源她突然被金赛伦上载一张贴脸亲密合照 随即传出两人恋爱 照片上的金赛伦俏皮地眨眼 金秀贤则一脸卷容像是喝了酒 虽然金赛伦很快就删除照片 但照片已经被截图挤在网上疯传 有网民就翻出金赛伦同兴时期 与金秀贤的合照 指明想到她长大以后会跟金秀贤传恋爱 也有人质疑金赛伦是有计划的 让人恋情曝光 而有知情人士指金赛伦上传的不是近照 两人也不是情侣关系 而金秀贤的事务所表示经过了解之后 证实恋爱传闻并不是事实 又指照片应该是两人同属一间金器公司时拍下 不知道她上载照片的目的 又指网上有很多恶意猜测的贴文 他们将采取法律行动追究 由宇宙最强支撑的甄子丹 日前现身沙田马场 以大使的身份出席活动 太太汪森施及其亲戚也有到场 担任这个活动 大使已经超过十年的甄子丹 表示最近盟友为星系误判做后期制作 大胆一同拍戏的MC张天赋表现不俗 由前制作动作演员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富皇早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举手定我们给大家解释新闻